竹子有來這匹馬耶 我們今天是來勝利巡禮 哇 這個出來了 卡鍋長頂 竹子的食慾燒來了 我剛剛才錄到啦 我剛剛忘了按 這都是看到吧 我們這次做和事 看一下我們的烤肉們 食材 肉 嗨 想念這個蛋糕好久 好可愛喔 現在在電車上 我摸不到 你幫我摸一下 我媽剛剛又在摸票券本 你幫我摸一下螢幕 我們坐新蛋板到新富士的車 然後因為位置幾乎都滿了 所以我們8點15 8點多的 8點50幾分的 喔 我們現在 今天因為搭電梯上來 所以到了新蛋縣的南口 然後這次買票是在這個 新蛋縣的 Ticket 這裡會有一個QTicket 這裡就可以買票 我們現在在看說 在哪裡吃個早餐 因為我們買8點多的 還有一個小時 每次買票都很緊張 我們想說要進去改單耶 然後看是星巴克或是吃咖啡這樣 我們要坐的是這個 8點54分的712 Kodama 這台 它會直接到東京耶 出發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坐上面了嗎 因為中間都沒有停 我們要去的新富士站 54分有一台 然後再來就是8點54分 你看那邊是有停留 新富士站比較小站 對對對 有停留的站在那裡 吃早餐囉 難得在新幹線還有時間坐下來 累不累 我們拉著大行李耶 其實我覺得不累耶 因為它那個 上下車沒有我想像中的難 那妳的心情和未知數這樣子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Lununで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Lunmaです 哈哈哈 Lunma 我們今天呢 就回為一年 要去前往富士山了 去年我們不是母女 去富士山 所以我今年也很想去富士山 那 比較辛苦的一點是 因為我們就是從大阪出發 大家如果看地圖的話 應該會知道 東京會離富士山近一點 大阪 就要跨越明古 跨越明古屋 然後再過來才會到富士山 所以 蠻遠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 如果 如果坐普通的車的話 有可能要總共花到四五個小時 才能夠到達富士山 那我們有特定去做了功課 我們決定做新幹線 那新幹線的話 其實有一個新幹線 是從大阪到東京的 大家應該知道 有一個快速線 就是這樣子可以到東京 但中間要停留富士的班次 真的很少很少 所以大部分的話 都是要在明古無轉車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有特別找到了 一般車是 從大阪可以直達 新富士這個站 那它一小時只有一半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超緊張 假設今天是周六 所以我們很怕會 沒有位置可以住 今天一大早 我媽就很害怕 嘴巴怎麼會睡 壓力大 你也買掉 然後最後 本來想要買7.54的跳 結果那一般的位置 是那種 三個位置中間不太好 所以我們買了8.54 它一小時只有一半 所以下一半就會變9.54 蠻可怕的 我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住的房子呢 是沒有電梯的 就是我們在大阪的家 是沒電梯的 然後我們住三樓 所以我們的行李真的很可怕 我們帶了三顆行李箱 然後要從三樓走樓梯扛到一樓 然後我們兩個真的就覺得 一大早就覺得很辛苦 一箱是帳篷 20幾公斤 然後我們這次的富士山 會搭帳篷 很期待嗎 要帶我們新大門去開箱 然後加上我們會錄兩次 就是會錄兩天的露營 搭不同的露營區 然後都是搖曳露營的露營區 有一個會是 我們上次去那個浩安 那另外一個的話 會是另外一個在 富士山超級有名的 一個大露營區 都是搖曳露營的停點 好那我們就是等一下 路上繼續紀錄喔 我們是11號車 然後這邊現在是12號車 過程旁邊 是 過程旁邊 瞬時 開場 大家我們抵達新富士站了 這邊天氣很好但是富士山好像被折住了 反正至少是晴天 希望富士山要趕快出現 我們要負責的那一箱是帳篷 很厲害吧 那一箱超重的喔 我覺得我們行李箱真的叫做很厲害 一整個22公斤多的帳篷整個都在裡面 然後我這邊的話是還有一半的露營的睡袋 然後配我們的行李 其實我們行李超少的 這邊是新富士站 正常的話富士山應該在那邊吧 但今天雲城好厚喔 好可惜喔 不然大太陽說 不來後左轉 租車行在這邊 綠色的那個 Toyota富士山 新富士站前啦 這個站 好了 我們抵達TOYOTA了 跟往常一樣 我們要進去租車了 租車租車租車 放下來了 已經放下來了 這部是什麼的 Viz 這部是我們這一次來 富士山藥租的車 這個地方離輕富士站很近 非常近 過個馬路就到了 真的很方便 這次他有給一張指示說加油站在這邊跟這邊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裡 是自動加油站嗎 沒有啊不知道 應該沒關係啊 這有24小時的 沒關係啊你上次已經會啦 這一次租車的價錢就是這樣子 5860日幣 要租4天 4天 他剛剛說用卡頭 不知道為什麼有變便宜一點點 所以變成台幣是7465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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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車了 今天沒有想像中的辛苦 現在已經一回生二回熟 三回就變成師父了 好 這一家的那個租車 就這一家的租車站的人很親切 然後服務很好 而且解說得很細很細 就是 還特別一個一個教我之類的 好 反正我們現在要出發了 只是這台車比較舊 所以他就沒有那個 Apple CarPlay的那個 欸這跟上次其實我們在富士山做的是一樣的 他的這個導航還是那種舊版的導航 然後所以他也沒有那個孔 沒有那個Apple CarPlay的孔 所以我們上次在和歌山那個真的叫做很幸運 我覺得 但是這個是有中文 對 但是他這個有中文導航 他說是輸入羅馬平衣 剛剛去問了 因為這台是舊車 他是沒有那個 充電孔的 所以他幫我 他就給了我們一個這個 眼煙孔 眼煙孔 的那個 對 然後 還借了我一個這個 幫手機的 他說他沒有那種夾的 他只有這種的 然後就借我們一個 叫我們小心一點 這樣就放心多了 請問 前面那個是富士山嗎 看起來就是 露出頭來露 我們剛剛一直說 今天都不出來 就在這裡 他露了一點點出來 久違的富士山 我們一年沒看到他了啦 哇 他正在 就在正前放 是幾點 就是之前我們去照 拍富士山那個地方 對那個市區 我們還有吃義大利麵 對就是那個地方 蘆蘆已經填好車囉 我們第一站來到這裡 是富士山本宮淺尖神社 正常會看到富士山 但是今天的富士山 還是被雲擋住 你說 這裡就是福子也有來的 叫做淺宮本社 本宮淺尖大社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福子有這個沒有 這匹馬 這匹馬 福子有來這匹馬耶 我們今天是來 勝利巡禮的 一模一樣耶 這個卡通真的很厲害 畫得一模一樣 跟大家說富士山在右手邊 福子來的時候有 我們來沒有 哇 可是天氣好好喔 你看好漂亮喔 人媽最喜歡的神社之型 好冰喔 進來參拜一下 來我們去參拜 讓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參拜的地方 左邊的話 喔 那個抽籤的那邊 在那裡 這間神社好貼心喔 他這裡有寫一個 參拜方法 就是先進兩個禮 然後拍兩個手 再進一個禮 大家 富士山已經出來了 在那裡 在這邊 那一根柱子上面 隔壁 哇真的出來了 出來了 哇出來了 出來了 在鳥居跟那個石柱中間 看到沒 哇真的有看到 哇 這次看得很明顯喔 哇真的出來了 真的出來了 我們要用一個福子的認證照 在哪裡 指一下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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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山在那裡 然後我們這個是認證照 我們現在呢 要來這一間是那個福子 那時候有來吃的一個石雨燒 之前在卡通裡面看 我就很想吃了 然後 可是現在我們沒有地方停車 有點困難 耶我們誤打誤撞 停進來這個對面的停車場 然後它這裡就有寫是伊東的 停車場 所以沒問題 我們又成功的要踩點了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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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你先去報到 媽媽你先去報到 福大里福大里 大家啊 富士山在這裡耶 大家啊 有看到嗎 白白頭的 這邊聲音太好了 你看 要等這麼多人 哇 卡通場景 完全荒原 這邊 シクレ焼 這個就是食雨燒 就是福子吃的就是這個 五木シクレ焼 哇 然後它這邊還有焼きそば 焼きそば就是炒麵 它讓我們安排在這個 室內的這種 和室 畳的 畳的 它的店內的周圍 就像這一種 這個這邊的 Odentina 給了我一個碗 然後價錢都是一樣 八十元 我夾了這一些 然後 有一個其他客人跟我說 要點這個 他說這個是這裡的 好像說是有名的 東東的樣子 來囉 這個是 Soba那個還是Yaki啊 我實在是分不出來 嗯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 麵來了 好 我先吃吃看他說的這個 這個什麼 厲害的東東 你看魚漿類的 魚板 爸爸最喜歡的 魚板 魚板 就是台灣的魚板 福子的食雨燒來了 它是生的時候給你看的 嗯 熟的時候是這樣子 福子就是點了這一個 大家來吃記得點 五木的食雨燒 然後我們的是 這個是Yaki Soba 就是炒麵 你看 它居然可以這樣夾起來 你看 哇 這個剖麵 好了 我們現在來吃食雨燒 福子吃過的 好鹹 好鹹 好鹹喔 這個是福子的姐姐 推薦她吃的喔 我覺得它跟大阪燒 廣島燒又不一樣對不對 反正我很喜歡吃這種 大阪燒啊廣島燒啊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卡通裡面 有食雨燒的時候 我超想來吃的 我沒有想到 我有機會可以來 好 來到 哪裡 哪裡 不要動 喔喔 黃金 自己去玩喔 我在感受到 黃金富士山喔 好漂亮喔 哇 我們現在終於看到富士山 沒有被烏雲擋住了 它剛剛今天一直被烏雲擋住 你看右邊那一堆 剛剛露出來一點點 結果現在已經太陽快下山了 等一下我剛剛才錄到啦 我剛剛忘了按 嗯 按開始 哈哈哈哈 一路老闆天裡面 開始喔 我現在才 才發現說 我怎麼沒有按開始啊 哈哈哈哈 那現在還有一點點啦 你看還蠻漂亮的 好好笑喔 唉呀真的是 你倒是又忘記按開始喔 喔 沒有按開始 我現在是錄一個黃 黃昏的 富士山 很大顆的 雖然是烏雲 但是看起來 也是有它的美 終於看到富士山 整顆完整的了 齁 在後面 因為我們今天整天都是被雲擲住的 所以現在 有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在路邊停車 看 這是一個停車場 對 好 厲害的 好我們要繼續趕路了 好大顆的 好漂亮喔 一路上 真的是看到吧 這個 目前已經沒有黃金了 但是 一樣很漂亮 現在有點粉紅色耶 對啊 我不知道你這個到時候看起來會怎麼樣 我目前看 看真實是很清楚 來到今天要住的 飯店 三中湖 就是這一家 富士三中湖 對 這邊的外面 對 從這裡出去 從這個門 對對對 然後出去 我們等一下要烤肉 好 我們那個二樓有泡浴室 可以泡澡 可以泡澡 這是泡澡時間 直到晚上11點 對 然後那個淋浴室24小時 好 房間裡有 房間裡也有 好 沒問題 謝謝 三樓是嗎 對對對 有電梯嗎 我們只有那個 開間 沒有電梯 我們幫你拿 謝謝 太好了 太好了 還好 還好 有人服務 太好了 他這邊沒有 沒有電梯 所以他幫我們拿 他這邊沒有 所以他幫我們拿 哇 謝謝 等一下他說出來 這邊烤肉 哇 好棒喔 我們今天是有訂 晚餐的 跟早餐的 我們來看一下 那邊是去和歌山什麼東西 對 這次都很聰明 再見 謝謝 好 謝謝你 好 拜拜 謝謝 到了 還幫我們兩個行李箱拿上來 好 我們是這一間 幫我摸一下 摸一摸 摸一摸 又在摸我的鑰匙 我們這次住的是這一間 富士山中 東湖的 飯店 Hote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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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了來了 又是和室 好 我們這次坐和室 在大門鋪好了 喔真的 棉被鋪好了 哇這間好漂亮喔 喔真的漂亮 我媽好興奮喔 這間是很神奇的是 和室混吸室的感覺 是嗎 這邊是洗手台 它是在大門這邊進來之後 這裡是洗手台 然後我們剛剛在找廁所 結果我們以為這是衣櫃 結果它不是 它是廁所 好神奇喔 而且裡面的浴室是這樣子的喔 好 給大家看 它真的很神奇 它是這種 拉門 然後進來是廁所 重點 登登 它是新的 剛剛是分離的這種耶 好那 這邊的話 我們這次住的也是 這個是湖景的 給大家看我們的行李 這一箱是 一半是露營的 一半是我們 的衣服 你知道 這個是充氣充電 這個是燈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睡袋 然後這一面的話呢 還有兩張椅子 什麼什麼都在這邊 那個有一顆戰劍箱裝帳篷 然後這邊就是裝其他的裝備 所以我們的行李其實沒有很多 我們 我們一樣是帶那顆26寸裝行李 然後這裡裝一些些 全部都是露營的裝備 世人行李就是這樣 好累喔 這顆還真了不起 我們的BBQ來了 好棒喔 它在幫我們用炭火 大家看得到嗎 富士山在那邊 好像看不到 在那裡 富士山在那邊 然後這是月亮 這是三中湖 好謝謝 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烤肉們 食材 肉 媽有雞肉 然後這是牛肉 應該不會有羊肉吧 要不要問一聲 羊有沒有啊 沒有羊 因為我不敢吃羊 這是雞 都是雞 這邊都是雞 好 然後這個是 這是牛肉 這是豬肉 這是雞肉 豬雞牛 沒有羊的 好太好了 謝謝你 這邊可以講中文真友善 我再把你一個 Airbnb的連結分享給大家 哇 我們的火來了 好 我來烤肉了 而且它很貼心 它是有給醬料 還有餐具的喔 這就是很像豪華錄影的那種 直接幫你都準備好 好了 我要來去烤肉了 焦一碗白飯好了 好 謝謝 然後它那個大廳有那個熱水 還有那個咖啡免費的 好咖啡可以 謝謝 好咖啡可以 看起來好好吃喔 嗯 嗯 好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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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就有點懷念這一餐 想到我們去韓國那一次 也是啊 我們有時候都住這種豪華的露營 就舒服了齁 然後也是有那種客難露營的 但今天不是露營啦 今天是住民宿耶 住民宿耶 民宿還可以烤肉 我覺得好棒喔 真的很厲害喔 對啊 亮照下來就有水面就有那個 可是真的 相機真的完全拍不到富士山 眼睛還看得到 媽媽有飯吃就開心 你看她笑成這樣 好來趕快吃吃看牛肉啦 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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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塊大塊 蘸多一點呢 可以嗎 嗯 嫩嗎 嫩喔 看不出 我沒有手 哈哈哈哈 牛肉沒關係 我豬肉都還在這裡烤 在吃媽咪啦 你香菇再不要真的就變硬巴巴的 嗯 你會把我掉下去 我全部都一直 哈哈哈 一直往下面掉你就沒了喔 輪已經在烤肉了 這家飯店 他說 住的房間要有看到富士山 就一定要店晚餐 而且 他的晚餐只有 BBQ 沒有得選 所以 沒有得選 變成我們這一次 要在 這邊 富士山 整個圍繞富士山過了 三個晚上 每天晚上變成都是有點 露營風 但是今天晚上應該是追好命的 哈哈哈哈 後天都人家準備好了 好好 好想跟他借喔 不然沒事 沒事 我們今天晚上住的飯店 對 他是說等一下還會有兩組人來 對 等一下還有兩組人來 嗯哼 好 整個煙還蠻大的喔 好了這個肉也可以了 好 拜拜 富士山出來了 今天綠珠會從左邊買 哇 好漂亮喔 起床 我們起床 看到這麼漂亮的風景 哇 太幸運了 這個就是 昨天 我在那個照片 樓下照片上看到的那顆 富士山 我現在終於看到本尊了 太漂亮了 怎麼會這麼漂亮呢 好幸運喔 什麼一點遮住的東西 雲都沒有 現在溫度 四 五度 去連來都沒看到他 這麼美的山中 哇 富士山在那裡 好 先放大 再加開一下 現場看就是這麼大顆 有沒有 太大顆了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顆的富士山 我們昨天就是在那個 最後一個帳門那邊 烤肉 這是昨天烤肉 烤肉的地區 好美喔 真的好美 鱷鱷現在 還在睡覺 但是她是 一邊睡一邊看 富士山 看著富士山睡覺 這個窗戶看上去 蛤 哇 你被我吵醒啦 剛剛 問 飯店的服務人員說 她說 今天的富士山 特別漂亮 昨天 就還是有一點雲 擋住 哇 我們真的好幸運 目前 富士山下的是三中湖 三中湖 這個位置是昨天我們晚上 烤肉的地方 烤肉的地方 這是昨天晚上住的飯店 現在已經變成有一點雲遮住的富士山了 這是今天的早餐 看一下是什麼 啊 味噌糖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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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可思議的 天氣變化 早餐是納豆 飯 好日式的早餐喔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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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 富士山剛剛好像又躲起來了 所以我們上次去吃很好吃的那個咖啡廳 我說我想再吃那個蛋糕 好 那今天的行程 就會先在三中湖這邊帶一下下 我們居然 二訪 Pepermont 咖啡廳在三中湖的 上次來的時候是超級大農物 這次是有陽光的喔 很漂亮 三中湖最紅的一間咖啡廳 我們好厲害喔 我們坐到了跟上次一模一樣的位置 好強喔 那這次的桌巾是 黃色的 上次是綠色的 我們的蛋糕來囉 我想念這個蛋糕好久了 然後我們兩個都點熱拿鐵 我這次幫媽媽點的是 黑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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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人家推薦的 上次來也是這個碗的 然後它還有拉花也太漂亮了吧 好我們現在 吃吃看我最喜歡的這個 給大家看 這個真的超不好吃的喔 其實我上次吃的都一直很想念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大家一定要來點這個知道嗎 這個有一點點 像巴斯克可是裡面有 櫻桃嗎 這個真的太好吃 快點給我吃 我要吃 這個也太好吃 快點快點 你的也是櫻桃對不對 好好吃喔 好吃到不行 我要你一口這個冰淇淋 是冰淇淋沒錯吧 是啊 哇 天啊 封掉了 我媽本來今天又想要點她 上次點的那個 我跟她說 我跟她說我要找那個 也有放淋醬跟其他的 不一樣的東西 好吃嗎 好好吃喔 你的還是太甜 我的好好吃喔 可是我怎麼覺得你的還是太好吃 我這個真的超好吃 跟你今天的圍巾顏色好大喔 都是紫色 欸這家真的是我超想念 會想念 花了3600 多少 3630元 現在外面超誇張 超多人在排隊的 非常非常多人 好走囉 對面就是山中湖的湖 剛好在河口湖看到天鵝 韓富士山同框 遠遠的還有一隻 大家有看到嗎 好可愛喔 哇 這是很不可思議的小秘境的感覺 好漂亮喔 她很忙欸 那另外一隻要回來囉 那一隻有沒有要回來啊 啊知道她頭抬起來 大家看到那隻嗎 那隻沒有啊 她玩水玩得很開心 她剛剛又頭有抬起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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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喔 哈哈 她跟你打招呼 沒有沒有她跟你打招呼 好美喔 同框 跟天鵝同框 是啊 哇 這個景好美 這個畫面好美 不會不會 你對她很好 很有善 她對你有善 不會不會 你對她很好 哈哈哈哈 哇天鵝 天鵝咧在哪裡 天鵝在這裡 富士山在這裡 好啦 反正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剛剛突然經過的一個小秘境 有富士山然後有天鵝 然後天鵝感覺好像是人家養的對不對 對 就是這邊有天鵝 天鵝的船 我們本來來這邊是在來找那個楓葉的 結果楓葉沒有什麼紅 所以就剛好看到有天鵝 對 那裡還有一隻在彎的好高 她一直不回來 天鵝 天鵝 天鵝咧 她好癢喔 她的腳 她的腳好大喔 哈哈哈哈 乖乖 你乖不乖 富士八井之一 超漂亮的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前往露營區 然後中間會經過一個 上次就是去年我們有去買露營用品的店 然後去買一下東西之後就去露營區 所以我們這一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昨天從大阪做新幹線到富士山 去了山中湖過夜 然後今天要去露營區過夜 所以就等下一支影片再露營看我們 蠻推薦從大阪也是可以來富士山 才兩個半小時左右對不對 很快 直達車 記得大家要選直達車 那是要選那個新富士有停的那一個 對對就是 你一定要選擇大阪到新富士的直達車 不然你中間就在明古屋轉車就蠻麻煩的 有行李就很麻煩 然後如果像我們一樣的話 直達車的話一天很少班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提前去買票 不然像我們 這次我們禮拜二要回去 然後我們到的時候就先買 然後已經都快沒位子了 我們這一次是從新富士站出來 是因為我們安排租車在新富士 那如果要來河口湖的話 好像會要另外轉車 就比較沒有那麼簡單 那如果是跟我們一樣想自駕的話 蠻推薦新富士租車 這樣子上來到河口湖大概一個小時 可是一路上的路都是好開的路 就是雙向道 然後很平坦 不是山路 然後蠻好開 而且車也很多 然後也不用上高速公路 就是如果你們不敢開高速公路 跟我們一樣不要開高速公路的話 走平路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蠻推薦 如果是有租車自駕打算的話 蠻適合一路這樣過去 可以經過高原 然後一路很漂亮 嗯 對 我覺得這一路這樣子玩是很OK的 就幫大家探路 因為我們上次從右邊玩 我們這次就玩左邊這樣 我們今天就去搭帳篷 然後之後隔天也是搭帳篷 所以就是一路就玩回去 等於我們從新富士站來 然後再玩回去 新富士站這樣子 對 最後在這邊還車 對 好 那我們這部影片先到這邊 然後就等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喜歡我的影片就幫我按喜歡 訂閱我的朋友追蹤我的IG 掰掰 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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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唱